女神周杰伦演唱会上Dance前男友 身份被巴持为网红腾讯娱乐讯 文少登 只要你手机没断网 肯定认识了一位在周杰伦 杭州演唱会上Dance前男友的姑娘 现场视频一刻也没耽误的火遍社交网络 这位自称小仙女的姑娘 也很快被网友找到 不过在网友为其行动就好 打扣之余 也有不同声音认为 这名姑娘其实是网红 而披较到点歌也是被内定的 当演唱会进行到歌迷点歌环节 周杰伦点到了一位女歌迷 其自称小仙女 23岁 短暂的介绍后 姑娘开启了表演 我的前男友也在现场 杰伦立刻问 等一下等一下 你的前男友是在台上还是台下 姑娘好不羞涩地开聊 我前男友在台下 我老公在台上 紧接就是当晚的最伤强火力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但是他马上要结婚了 虽然他长得丑 眼睛也瞎了 但我还是想祝福他 点一手算什么男人给他 周杰伦提醒他 你说他快结婚了对不对 那可能他的老婆也在旁边 但女生并不担心 甚至开始了挑衅 镜头靠近一点 让他老婆看看我 长得多漂亮 随后 他还对着镜头挥手 跳跃和笔剪刀手 并与杰伦合唱算神 没男人 尽管全程乱口即不再吊上 视频火候 网友评论五花八门 有网友颇能理解女生的心情 评论中透着鸡汤香 很多时候 我们装的无所谓 用微笑去演示 其实心里比什么都疼 梗直小姐姐 又可爱又让人心疼 难道就我一个人 听到女生 其实心里很难过吗 也有围观群众 完全不认可女生的行为 坚定地站在了前男 有线人一边 我觉得挺过分的 分手是一个人的事吗 前男女友的那种人 真的是很差劲 长得好看与否 就能决定感情好坏 如果说长得好看 还没学你 是不是你本身有其他的问题 说实话 我真没觉得 这个女孩可爱 反而认为 在杰伦演唱会现场 这样说自己的 前男友情伤势真的低 分手了就分手了 就不要再说 这不好那不好了 如果他真的 像你说的那样不堪 那眼下的就是你自己了 也有部分网友 不再不谈 反而带入了个人情感 本来前面全程笑着看 小仙女一开口唱歌 我就哭了 越唱到后面哭更厉害 好像唱的人是我一样 又喜欢又心疼 网友们说的都很有道理 但还有些网友追根溯源 不仅火速发现了小仙女的真实身份 还通过种种迹象分析该事件 是炒作还是随机发生的可能性 姑娘住在杭州 名叫林静雯 是一名供值淘宝店的平面模特 其微博ID为我叫欧拉 微博中的内容 多位吃吃喝喝逛逛和自拍 而通过其微博可以发现 他还曾与任嘉伦合作拍过一条视频 因此 其身份更偏向于网红 有网友分析 每年杰伦演唱会上都会 被网红绑架炒作 曾经的府邸 去年的林珊珊 今年的欧拉 只能说网红背后的公司 很会到天人了 各种分析中 也有微博网友 跳出来称是被对的前男友线女友 不过是否属实尚无定论 记者此前也通过微博私信联络了 我是欧拉 但截止发稿姑娘并未回复 责任编辑 Laysell 收藏本文 分享 在相关阅读